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主持人東森兄 叔父 林教授 林院長 然後後面正父我們所有工作的同仁 大家好 大家早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感性的開始 很難得的我的敵人好友 東森兄用Confession開場 然後我們的叔父校長 給了我們非常婉轉的鼓勵 我都非常的感謝 事實上今天的活動 我基本上是扮演孟家 我們的助理當然由玉婷 還有所有其他平台的助理群 他們在後面所有今天的策劃工作 使得我們今天有這樣感性的開幕 這顯然不是我的personal style 我多說了幾句話 基本上我相信如果有人覺得工作辛苦的話 表示你真的在工作了 在台灣還需要這樣子的朋友們 或者你原來不是朋友的 因為你的工作形成朋友 不管你在不在工作的崗位上 你仍然是團隊 然後一起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整個活動的總名稱 訂成了台灣的未來 不過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 是說軟實力要硬 硬實力要軟 那當然在去年是年底 我記得上面有寫的 12月28號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辦了一個期末的報告 可是我們期末報告 有相當的一段時間 是用現場的論談方式 或者說是作談方式來做的 我相信在座的 有很多人印象猶新 一轉眼一年已經過去了 我們當初有學生團 有教授團還有專家團 在一起討論教育問題 基本上教育頂頭所討論的是說 到底大學大了什麼 學了什麼 其中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在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大膽的挑戰了一個大學的定位 這個不只是挑戰台灣的大學 事實上全世界的大學 都有人在注意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計劃說它的前瞻性 我想不只是在台灣的前瞻性 到底我們今天的大學在一個社會裡頭 我們怎麼給自己定位 然後我們還有沒有什麼 跟以前不一樣的角色和使命 所以我在今年的有些的演講 這不是從資料裡頭查出來 就是因為從有一位同仁跟我談話的時候問我 我就把這些東西就直接講出來 我說西方大學其實是有傳統價值的 然後東方有東方的 可是我們今天東方的大學 通常來講是跟西方大學的效法 跟著他們走 可是有很多東西的價值沒有進到 我們沒有進到我們的blood 或者我們的個城裡頭去 比如說太多西方的大學 即使是小大學 它也注重它的傳統 它注意到它有沒有一些價值和特色 是能夠留下去 而且一流就是上百年 大家僅注意我們這個時間的尺度 然後當大家都知道西方永遠在講批判 OK 可是我們東方大學裡頭 事實上從老師們到同學們 在批判的技巧態度和價值上 都能在學習的過程 文字對於西方社會 從薩斯比亞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出來甚至從希臘時代 我們知道文字在普羅大眾中間扮演的角色 和大學中扮演的角色 是有它特定的重要性的 那多樣性永遠是大學裡頭很重視的事情 要不然沒有辦法維護學術自主 當然再加上啟蒙運動以後的一個知識 知識分子的這種在社會上扮演的態度 終於他們有一個長時間的非常多的系科 同時獨立 而同時又協調合作的方式在經營這個大學 這是一個很長時間西方大學一直在往前走的一個基本價值 那當然不只這些東西 可是分科這件事情早在上一個世紀的世紀中 戰後也就是20世代大戰之後 已經有許多多教育家和研究人員跑出來談 科系的分隔的情形已經到了知識割裂 而沒有辦法一起面對我們人類共同的問題 到了這個世紀的話余金猶勝 所以我們可以再重新問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大學影頭是不是還是可以扮演智者的角色 好像聖經上說有三位博士 那個其實就是Weisman 大學影頭有沒有在扮演 就是說替世界上的人往遠看 然後提供好消息 而且作為一個智庫 今天這樣子的角色在我們的中間 我不敢說這個計畫是在很混沌的情況之下 一軍突起 因為我們一直有許許多多同仁 在這件事情上共同努力 可是我相信我們要面對一些新的轉折 所以我們也會問我們自己 我們的知識分子從學校出來的時候 尤其台灣已經弄到全民都是大學畢業 我們還能不能夠承擔提供這個社會上真實知識的角色 這個字是我今年最重要的一個keyword authentic Narge已經被大家講到都講得非常的熟悉了 可是什麼是真實的角色 竟然在我們台灣有一個keyword被選出來的 今天居然是假 我想我們所有在大學裡頭的老師和同學們 都應該feel shame 昨天晚上 謝謝王教授 王優教授剛剛帶領我們做了很好的早上的運動 他請我去看他們的年終每年的公演 特別替我介紹安娜索克洛演房間的舞蹈 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舞蹈的門外漢 我自認為有一定的藝術素養 可是昨天晚上我沒有看那個說明書 然後去看表演的時候 我必須承認很多地方那個語言似曾相似 可是又是相當的陌生 所以我們如果注意到我們每一個社會 其實都是需要真實知識的時候 我想想這樣子的振興知識 使得我們專家知識分子和我們普羅大眾之間 我們要的東西是不是一樣的 顯然不同對不對 所以振興的知識當然需要專業 可是也許我們每一個專家專業分子 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在大學裡頭的硬實力 是不是有可以稍微有點軟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提出來在中興大學 大概有很多人還記得 我們就提出了這個教育傳播的概念 OK 這個教育傳播的概念 跟現在有些學校有在做的 可能有一點言不一樣 我們強調的是專業的知識分子 他一定要把知識做一個很準確的轉換 所以是要使用受眾的語言 也就是說我們專家其實應該要設身處地 而且將心比心 所以我們在教育傳播方面 所以我們在教育傳播方面 我們最關鍵的核心 當然是knowledge transfer 可是knowledge transfer 它可以是一個目標 就像我們這個計劃一樣 它也需要執行力 我剛剛說了 執行力是需要設身處地 而且將心比心 好在我們現在有不少的 多樣的媒體的技術 以及我們要再回過頭來強調 我們口語上所有表達的能力 所以在我們往前走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傳播是需要專業的 事實上傳播本身就是一個專業 可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鼓勵學校裡頭 不見得要靠現在台灣 尤其是已有的媒體 或者是專家和社會 和專家 這個應該是媒體和專家 對不起 應該是媒體和權力 專家與社會 事實上接軌的時候 現在很多時候可以靠科技來接軌 那民眾和知識接軌的時候 很多時候光靠科技產品 或者是一般的傳播媒體 就可以接軌 可是我認為專業和專家 事實上也有權利也有責任 我們應該要在知識的環境裡頭 把這些事情扛起來 我們要不然就是我們自己挺身 出來做knowledge transfer 要不然的話 我們就是和傳播業一起合作 我相信每一個大學裡頭 在這件事情上 好好的把知識傳到 在大學裡頭 是給其他的系所 或者是大學外面 給其他的一般的民眾 這個已經是我們大學裡頭 要跨界 可能不得不面對的時機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快的讓大家看一下 我想不需要細數 因為後面幾個報告都是在談這些事情 也就是我們總辦 事實上提了很多的元素 進到我們的工作裡頭來 我們當然做了Internet 我們提出了這個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當作TDE這樣子的縮寫的名稱的角色 然後我們在所有地方 譬如說我們的網站上使用了影像 使用了影音圖像 我們注重了它要有傳播的 popularity 可是我們更重視它要有真實性 我們希望它有知識的角色 有文化的角色 是能夠做設計的 是創新的 而且它的語文以及傳統傳承 都能夠在這個計畫 希望有機會往下跑 這個在任何一個大學裡頭 我相信都是革命性的 而且也都是顛覆性的 我們同時就提出了SHS Profile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許多的顧問們 或者是說 有時候我們工作的夥伴們 都可以在他們所領受的跨科技上面 提供我們許多新的視野 所以這個新的跨科技 它其實是一直在包容的 一直在成長的 那我們當然做出了特刊 在達人學院他們的大師講座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把特刊發到了計畫內 甚至於計畫外 所以這個計畫也很獨特的 有許許多人聽到了跨界以後 跟我們聯絡 而且隨時跟著我們跨科技的活動在跑 當然少不了一些最常見的電子報 可是我們讓電子報的設計 事實上它裡面有許多的藝術的氛圍 也有真正的知識的內涵 所以在這些通通都在做的情況之下 我們明年要推出的就是 學習了Steven Jobs的基本態度 也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氣勢先擴大 我們要think big 然後我們在軟實力上面 這個就是說我們不跟從現在的媒體 不跟從現在的傳播 可是我們可以跟他們合作 我們需要讓軟實力能夠更硬一點 所以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學習TED的精神 事實上大家有很多人 在去年到今天 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內 我們已經學習TED 做了許許多多的短講 我不做那種長的跟大家做計畫的介紹 可是我希望我們followTED的精神 是我們有一些ideas 是真正的值得傳播的 值得散布的 我們把我們的價值散開來 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頭 我們對我們本身講者的學習 以及聽眾的學習 都是一個嚴謹的挑戰 所以在SH Talks上 我們明年拉出來的指標 我們說在內容上 在技巧上 在效益上 這三方面 我們鼓勵像我自己 今天的大概就不能夠作為模範 要有圖道的見解 專業知識要紮實 而且當然應該具備 跨科技的精神概念或者是經驗 我們在技巧方面 我們希望敘事能夠引人入勝 不像我這樣講完 你們大概睡著了一半的樣子 語文思維邏輯清晰的序理和結構 都應該是每一個學生 在修任何一門課的時候 他可以學習的 而且希望他們 講出來以後 他們的 不管是他們經驗也好 概念也好 或精神也好 都具啟發性能感動人 尤其能夠激勵聽眾 在心智上和行動上 都能夠發展出實際的效果 所以最後我做幾句話給大家做解釋 我相信我們需要有一些專業 可是更也要有專業的趣味 我們需要有很多老師們 跟我們一起共同參與 來跟我們一起實踐 我們這計畫還有一半的路要走 我們需要年輕人 在座的同學們請注意這句話 我們希望你們多一點 讓社會能夠共享的品味 能夠大家一起有夢想 而且去實踐 因為我們的熱情 永遠是在這個社會上 永遠是在年輕人的身上 今年很轟動一件事情 是齊柏林他讓我們看見了真實的台灣 Authentic台灣 可以看見台灣的美 可是也看見台灣的哀愁 可是我們希望我們今天一整天裡頭 從今天開始 接到我們前兩年的經驗 SHS可以尋找台灣跨界的品味 我們也尋找台灣的未來 謝謝各位